星河青沙呼啦一下伸展而开 化为九道宏大的金色光幕挡在身前 金色光幕刚刚展开 六道轮回盘轰然而至 狠狠地撞在了上面 一连串砰砰的烈泊之声不断响起 空中如同燃起了绚烂的金色焰火 一道接着一道的金色光幕碎裂 转眼之间九道光幕尽数碎裂 那件金色的青沙再次出现 却已经碎裂成了十几块 不过六道轮回盘前进的速度也迟缓了一瞬 捕获金两手掐绝变换出无数的残影 然后虚空一点而出 碎裂的金色青沙熊熊燃烧起来 无数金色星辰从中飞射而出 落在周围的淋浴内 淋浴内的金光如同被点燃了一般 立刻开始汹涌地流淌 一个模糊之下 一片无边的猛烈流淌的金色星河 就浮现而出 将六道轮回盘 轮回殿主 还有紧随在轮回殿主后面的魔主 尽数卷入其中 无穷无尽的时间之力从星河中奔腾 仿佛光阴无情地流逝 任何人也无法躲避 魔主对这个情况触不及防 惊呼也来不及发出一声 就直接被奔腾的星河吞没 而六道轮回盘被金色星河一卷 顿时有些颤动 轮回殿主瞳孔微微一缩 且两手立刻车轮般地掐绝 六道轮回盘上面符文一亮 马上稳定下来 狠狠碾压在了古霍金的身上 噗哧一声 古霍金的身上化作一团金光 飘散而开 轮回殿主一正 手中法觉不禁一松 六道轮回盘撞了个空 向前冲了一段距离 停了下来 就在此刻 周围汹涌的金色星河突然一闪 奔腾方向随之一变 盘旋起来 转眼间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窝旋 周围的撕扯之力骤然变强了数倍 六道轮回盘也被带得不稳起来 随着金色星河滴溜溜转动 朝着漩涡深处飞去 轮回殿主两手其出结成一个法印 六道轮回盘上的符文绽放出冲天的光辉 急速转动 发出乌乌的可怖的呼啸之音 磅礴的轮回法则从六道轮回盘爆发而出 抵挡住了金色漩涡撕扯之力 很快稳住 但是就在此刻 附近的金色漩涡再次一闪 无数金色锁链从中射出 缠绕在六道轮回盘上 转眼间形成一个锁链球龙 每一根锁链都散发出强烈的时间法则波动 这些时间法则像禁锢一类 一股股强大的时间法则波动 从锁链球龙中散发而出 迅急转动的轮回之盘立刻停滞 如同被封印了似的 六道轮回盘上的轮回电主身上 也被树根锁链缠住 动弹不得 金色的漩涡上空人影一花 古霍金身形一闪出现 屈指一弹 一道金色的剑影从他手指中射出 上面缠绕着一道道金色雷电 却不是雷电法则 而是纯粹的时间法则 金色剑影的速度快得惊人 一闪之下 凭空出现在轮回电主的身前 打向他的脑袋 轮回电主看着眼前金色剑影却没有惊慌 嘴角甚至露出一丝笑容来 金色灵域上方虚空一动 一柄金色雷剑破空而出 上面一道道金色雷电缠绕 这一次的金色雷电却是正宗的雷电之力 雷剑下方人影一花 一个轻袍男子身影出现 正是寒厉 他看也不看这里的情况 一拳倒出 一道金色雷电射出正是大五行灭绝拳 以他如今的修为 施展这一招也越发玄妙 在半宫中划过一个知行轨迹 后发先至兰在轮回电主的身前 打在金色的剑影上 喷被一声暴力 金色剑影乍裂化作漫天的金光 古惑金看到韩丽的出现 目光一沉 台币一台正要做些什么 是你 你竟然还活着 也好 那就让我亲自除去你这个变数吧 韩丽身后的金光一闪 一个急速转动的金色轮影浮现而出 其身形立刻变得残影消失 下一刻凭空 在轮回电主身前 抬手一盏而下 一股金色火焰从他手中喷涌而出 正是断食火把上的火焰 威仪翻滚之后 便化作了一柄金色火箭 一闪而逝 斩在金色锁链球龙之上 撒一声啊 金色锁链球龙应声被斩成两半 轮回电主脱身而出 冲韩丽低声说道 多谢 古霍金眼见此景瞳孔一缩 这是他的灵域 韩丽竟然如此轻松来去 还挥手就破了他的锁天牢 不过呢 他并没有去追赶韩丽二人 身形一动之下 再次融入周围的灵域消失不见 金色漩涡一闪消失 重新化作了金色灵域 之前被六道轮回盘毁掉的灵域 此刻尽数恢复 面积也陡然扩大了百倍以上 无数金光在其中荡漾 好像一些浩大无比的金色海洋 古霍金的灵域并未和韩丽那样 凝成实质 而是变成了液体一般 看似柔弱 却是根本无法毁坏 巨大的压力从周围冲击而来 仿佛海浪一般连绵不绝 一股股时间法则伴随着这些冲力 朝着二人侵蚀而来 无孔不入 韩丽的眉头一皱 身上金光大放 也立刻张开了自己的时间领域 一个完全实质的领域浮现而出 里面是大片的山河风光 顿时挡住了周围金色领域的侵蚀 并且朝着周围扩散而去 周围属于古霍金的时间领域 金光狂闪 想要阻拦韩丽的领域 却无能为力 被不断地逼退 只是 韩丽领域侵占的面积 相对于古霍金领域而言 上不及百分之一 并不算什么 轮回道祖眼尽此景 眼中闪过一丝惊诧 接着冲韩丽传音说道 魔主被金色的星海卷走 目前不知所踪 要对抗古霍金 他的力量不可获取 不知韩道友是否能帮忙 把他救出来 韩丽文言 眼眸上泛起了道道金光 朝着周围望去 目光 目然一停 抬手虚空一抓 一道金光长红丛的手中射出 没入金色星河当中 哗啦一声啊 一道人影被金色长红卷柱 飞了出来 正是魔主 此刻的魔主 全身的衣衫破碎 看见了有些狼狈 看到韩丽时 满脸的难以置信 韩丽救出魔主之后 双眸黑光闪动 施展九幽魔童 继续朝四周扫去 试图寻找古霍金的踪影 只是古霍金顿入淋雨之后 就凭空消失了一般 甚至连一丝一毫的气息 都没有留下 轮回店主看向 不断变大的混沌漩涡 促眉说道 古霍金这是打算拖延时间 时间不多了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